香港人喜歡吃海鮮 陳皮蒸鮑魚就是很多人會在家製的菜式 建議是八頭至十頭 尺寸是比較適合 要買大一點的鮑魚 像綠頭一樣 因為尺寸大 蒸的時間很難掌握 因為蒸東西是由面熟到心 如果鮑魚越大 需要的時間就越長 所以鮑魚就會變硬 買鮑魚的時間 用手捉一下鮑魚 它會移動 其實就一定是新鮮的 鮑魚回來一般會用牙刷 去刷鮑魚身和鮑魚邊 去掉它的散和黑色的髒東西 去掉它的腥味 接著我們會把腸出來 陳皮的作用 在鮑魚上是要來披腥和提鮮的 陳皮我建議用五年以上 或者去到十年 它的陳皮味就會夠些 陳皮浸一個小時 浸完之後刮了些狼和刺絲 接著索乾水 將洗好的鮑魚鋪在碟上 接著我們會放些薑絲 放些果皮絲 接著就會蒸 蒸魚豉油是用十二兩的雞湯 接著加二兩的頭抽 再加上兩茶匙的糖 我們蒸完鮑魚 拿出來之後 我們會加些蔥花 接著會沾熟油上面 接著就加些蒸魚豉油 段太炸雲 倫荈蠍 片段 兩千二的麽 兩千二的麽 。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